凤林警分局辖内五个乡镇 其中凤林、光复、万荣、瑞穗等山区 是以种植高经济作物槟榔为主 为了避免农民辛苦栽种的槟榔遭销小窃取 凤林警分局则由辖区分处所执行巡逻勤务 加强安全巡护 夜间或深夜的时段也结合侦察队的专责警力 实施不定时入检盘查勤务 以有效恶主窃盗案件发生 凤林警分局侦察队夜间执行 槟榔园周边巡逻勤务时 赫然发现两部车行机可疑 经盘查其中一部自小客车 车上有刚被采收的槟榔约20串 以及长柄镰刀两把 最后经远警耐心分析 抽丝剥茧 切而不舍的追查 顺利突破案情 而相关涉嫌人在征讯后 依切到最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正办 被偷的这个槟榔园是你的吗 是我承包的 是你承包的 所以说在这边被偷的槟榔全部都是你的 没有错了 我们现在县长跟你确认 检索及分局侦察队八名组合警力 昨日夜间执行槟榔园周边巡逻勤务时 赫然发现两部车行机可疑 经盘查其中一部自小客户车上 有刚被采收的槟榔 约20串 几场柄点都两把 而车上四人却对所载用的槟榔来源 交代不清 最后经同仁耐心分析 抽丝剥茧 切而不舍的追查 顺利突破案情 方林芬局长林坤达表示 持续以右市警力执行护兵专案 绝不让萧小有机会得逞 同时也呼吁民众 如有发现可与人车进入槟榔园及其周边 或者扬称受雇工人 请尽速通知辖区分住所 或拨打110电话报案 警方也将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全民共同来防治窃盗犯罪 给民众一个安全无语的生活环境 据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